孟加拉斋戒约前贫民踩踏酿十死五十伤 孟加拉东南部城市及大港警方表示 在穆斯林斋戒约展开前夕 一名商人今天在住处外发放救济物资 引发近一万名贫民推挤踩踏事件 造成至少十名妇女丧命 约五十人受伤 路透社报道 对于前程穆斯林来说 在斋戒约 之前或期间将钱财或物资捐赠给贫民是一种习俗 斋戒约预计在十六日 十七日展开 集大港区 警官阿兰 表示 踩踏事件发生在一名制钢厂老板的住处外头 因贫民争相抢夺衣物及其他物品而引发惨剧 集大港距离首都达卡 远260公里远 他向路透社表示 那里有一万至一万二千人 大多数是女性 她们彼此推挤 想要抢救寄物资 因此导致踩踏事件 警方指出 伤患在附近医院接受治疗后便获准出院